今日的新判解马会讲行李在长叉办的矫炮风 今日就公布了首张价单 涉及100房 虎形就涵跨1房到3房 这层尺价由15788元到19787元 低位OK的,高位就两位贵 而最便宜的入场单位是1房237尺 说的是392万起步 这层平均尺价是17602元 这口价贴下去20价是便宜少少 发展商称之为万有人力价 后中的官裁版都未必蓋得住这口价 大家好,我是Louis 这个频道最主要讲香港楼市的资讯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你终于讲项目的资料 票格服务位于西洋彩北街456号 有两座大楼 衣衣而建,背购就主构生生产 环境相对清幽,满眼随陆 整个楼馆提供492户 价格由开放式去到3房单位 预计的关键日期是2020年9月30日 大概22个月的楼花期 偏长的 示范单位有两个 分别是E3室247尺的一房 和E1室411尺的两房 白色之处就是有开放式的厕所 很新奇,明天去拍片看一看 香港的景观主要有三个 向东北最主要望着山景 建议卖高一点 因为山太高就会挡着阳光 如果不想家屋太暗就买8楼以上的单位会好一点 楼本向东南最主要望着海后景 其他方位最主要都是望楼景和市区景 如果望着市区景或者楼景 就建议买16楼以上 那会过去旧楼 最差的方向是向西北和景仪峰对望 因为隔着平台 景观上比面壁好少 看回价格单 景观上的价格差异不大 如果有得选 建议先选好景观的单位 楼盘的优势是市区盘 又是贴着二手银 比较少一点去开价 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 最主要是旧楼重建的汉母 因为成本始终高 如在7年前 恒地是用1.131 去统一这两个地方的业券 才建议这两座大厄 刹舍重建又是一个成本来的 所以它的口价算是略赚 第二个优势就是单位的赤数 选得很小 所以总价看起来就很划算 例如一房最便宜是390多万起步 两房就580多万起步 在市区楼来说不常见 但三个优势就是它依山而建 所以环境会清幽一点 每眼翠绿会住得舒服一点 如果住在大港最幼尖旺 甚至是长山岛和宅的原居民来说 它见惯市区楼突然间有山景的单位 是相当吸引 在市区楼来说算是难得的美景 第四个优点就是社区配道成熟 步行8分钟就可以去到3个地址站 分别是深水堡站、太子站和食建尾站 衣食住行或入买的食物都很方便 至于楼盘的缺点 最简单直接的对比方式 就是玩隔离洞大楼 就是2012年入伙的景宇峰 现时的尺价卖16000至20000尺价 相差11年的楼宁 如果给你选 你买二楼即买即售租 只要等22个月的楼花给你选 第二个缺点就是与座山有关 因为它是依山而建 所以鄰近的斜坡是由屋苑附走去维修 未来只需够多一份管理费 去处理斜坡维修的民费 第三个缺点就是契费比较贵 因为它是一个旧楼重建 现时的契约会比较多 所以你要买这些契约花费会比较多 现在发展商公布的契费是38000元 这个楼本是什么要买呢? 有两类人 第一类人就是用一个小小的 在市区楼置业的朋友 300多万、500多万 就可以买到一广和粮货 在市区楼来说是比较少的选择 第二类人就是对后市看好的人 可以想一想 因为近两年的楼花期 代表高息期是不需要供楼 如果它选建期付款的话 即是变相来说它收楼才供楼 我过多大概一两个月已经过了SSD 到时你可以看市好的话 去买出去或者自己保留 就看你入手的价钱 到时有没有钱赚了 最后你们觉得以售批的价钱去入货 两年后你觉得是赚钱还是会蚀钱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见 拜拜